大可,为什么蟑螂无处不在,怎么也杀不死呢? 是啊,没有人愿意在家里看到蟑螂,但是它们似乎无处不在,而且怎么也打不死。这是为什么呢?赶紧来看看吧。 历史悠久 科学研究发现蟑螂最古老的祖先大约出现在2.351年前,比地球上最古老的恐龙还要老呢。 这些不起眼的小家伙,起眼见证了爬行动物进化成恐龙再到灭绝的过程。 蟑螂的祖先原本生活在一片广袤的大陆上,但随着大陆的分解漂移,这些小家伙的生存足迹开始遍布于世界各个角落。 为了适应新的栖息地的温度和食物的变化,蟑螂开始向不同方向的进化。 到目前为止,世界上发现的蟑螂一共有4000多种。 最可怕的是,蟑螂具备一定的飞行能力并不会经常转移自己的领地,因此大陆的漂移是造成蟑螂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主要原因。 生存能力强 众所周知蟑螂也被称为打不死的小强,因为它的适应能力实在是太强了,它们几乎可以适应任何环境,几乎什么都吃。 无论的食物残渣,还是丢弃的纸巾,甚至自己的同类,都可以成为蟑螂的食物。 智力高超 蟑螂和蚂蚁等昆虫一样最喜欢的食物就是糖了。 很多蟑螂陷阱都是在糖的周围涂上毒药来消灭蟑螂,但这些蟑螂实在是太聪明了。 北卡罗兰娜州立大学曾经做过一个研究,一边是充满甜味却有毒的果酱,另一边是普通没有甜味的花生酱。 当食物出现的时候,这群小家伙不会蜂拥而上。 有的蟑螂会等部分同伴吃完后,静静看同伴的反应。 当发现吃完果酱的同伴很快就倒下不动的时候,这些聪明的小家伙便再也不会去咬果酱了。 顽强的生命力 如果你用沙虫剂消灭过蟑螂,你会发现同样的沙虫剂只能消灭第一代蟑螂,很难消灭下一代的蟑螂。 蟑螂在没有食物和水也能存活30多天,即使在失去头部的情况下,它也能存活7天以上。 蟑螂并不依靠嘴巴或者鼻子呼吸,反而拥有一个独特的呼吸循环系统,呼吸孔分布在身体的表面。 所以即使失去头部,蟑螂也能呼吸和喝水。 这就是你用拖鞋拍扁了它,它还没死的原因。 蟑螂甚至能停住呼吸生存40分钟,就算在水下待半个小时,它也不会死亡。 独特的身体构造 蟑螂的身体非常柔软,因此无论在多高的地方摔下去,都不会摔死。 虽然它们拥有翅膀,但很少使用,蟑螂主要还是依赖小腿。 值得一提的是,蟑螂奔跑速度非常快,完全可以和一个成年男子媲美,甚至可以连续奔跑3公里不休息。 适应能力强 蟑螂的繁殖速度惊人 以德国蟑螂为例,一对蟑螂在一年的时间可以繁衍出十万后代呢。 蟑螂不仅繁殖能力强,适应能力也很夸张。 科学家们在古拉瓦火山附近发现了蟑螂的踪迹。 诺贝尔奖得主蒂尔曼鲁夫在研究核爆炸后的环境发现,蟑螂仅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,就可以通过褪壳和繁殖等手段,快速适应具有大量辐射的环境。 这样的生存能力也太逆天了吧。 这里是大可看奇闻,关注我,每天带你看奇闻去试。